大家好我是建民 我是居民 歡迎收看 冥冥秀 好的那今天要討論的問題就是孝順 孝順對我來說是什麼 他就是 將你撫養長大的那一個人 你愛著他 你感謝他 你感恩 所以 同時 因為他的辛苦 你看在眼裡 你也想要 懂得去回報給他 我覺得 這一份回報就叫做孝順 但我覺得孝順其實是可以不用 刻意提出來的 孝順應該是無心中在生活中 就會發生的一件事 話而言之 在感情裡面 對另外一半好 不就是一種愛嗎 不就是一種表現嗎 同時在親情裡面我想也是這樣 對我來說孝順是什麼 我簡單的講就是 讓愛我的長輩跟我愛的長輩 能夠因為我而感到幸福 或者是生活過得更好 我覺得這就是孝順了吧 對我來說啦 對 這件事情對我來說好像不太成立 我是一個報喜不報憂的人 可是我的父母或阿公阿嬤 一直在為我擔心 所以我覺得讓家人不要擔心你這件事情是 蠻困難的 因為我已經21歲了嘛 他們還是把我當小朋友 所以我覺得好像也沒有任何方法能讓他們不要擔心我 他永遠都會為你擔心 他還在的一天就會 對 我認為不讓父母擔心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大家有教過男女朋友就知道 如果你在乎他 如果你愛他 那不論他做任何事 其實你心裡都會有牽掛 會擔心 所以不讓父母擔心是孝順嗎 我覺得是 可是不讓父母擔心不可能 所以我覺得不成立 如果是孝順 我覺得應該是要讓父母安心 而且是一次比一次還要安心 喔這個問題我就很有共鳴 因為對我來說 聽話這件事情是一個很不合理的行為 我是不太 苟同的 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都應該聽 自己的話 但做不傷害任何人的事 就對我來說我一定要經歷過一些事情 或者是我自己實驗過後我知道 這件事情我不喜歡 那我不會去做 那如果這件事情我試過 如果我喜歡 聽話是一個讓家長或者是長輩 都能夠很安心的一個行為 但是怎麼去做 或者是處理你正遇到的這個問題 我覺得不是聽話能夠解決的 你必須自己去承擔這個東西 聽別人的話 放在心裡 但做自己想做的事 就這樣 我覺得我常聽到這個問題 我想說 對於你的選擇 你要怎麼處理那是你的事情 你應該去評估 所以如果父母以他的見解 跟對這個社會的了解 對你未來會比較穩定的 那我覺得你可以作為參考 可是如果你對這個東西 父母認為不安的 你還是很想要去做 我認為你也應該要付出同等的安心 給父母 因為其實父母會擔心 孩子 思想不夠成熟 那我覺得 這些擔心都是好意 那應該去破除他們的不安 不斷的去溝通跟討論 撇除掉情緒 在一個平行線上 針對問題 我們討論問題 我對於孝順這個議題啊 我前一陣子在跟我阿嬤聊 人沒有義務去孝順任何一個人 也沒有任何一個人有義務來養我 你養我是你做的決定 而我孝順你 這是我人生當中的 最重要的一塊藍圖 我不是因為 喔 有一個社會框架叫 你要孝順父母 所以我要孝順 不 這我覺得就不是發自內心的 當你不是發自內心的 去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一直在給予的同事 你一直在等待索取 我就跟我阿嬤說 我沒有義務孝順你 但愛我們家的所有人 那是我 這輩子都想完成的事情 我想這就是我選擇 我過人生的方式了 但我現在才21歲 所以我也不知道 我能堅持這個你練到幾歲 那就當跟大家分享吧 那 今天討論的主題就是孝順 如果有其他想法 或者是問題 想要詢問我們的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有機會我們也會再把它拍成 另外一個主題 告訴大家 好的 我是明明就有君明 我是 建民 下次見 Bye MING 感谢观看